我們看看這一題 這一題題目給的資料就在這邊 他說把這個賣品這些 把它加熱到80度7的話 那誰 放出來熱量 從80-60-80-60把它降低到20度7 放的能量比較多 放的能量多我們還是帶M168T 對不對 那賣的質量100 賣的比熱0.13 那溫度變化量從80變成20 所以它溫度變化是怎麼多 那你的話咧 它的質量 M S 它都是鐵嘛對不對 所以比熱會一樣 Delta D 60變成20 所以它溫度變化量只有20 那比的話 M S0.27 Delta D D 一樣它是到80-20 所以80-20 D的話 M S 這兩個 它的材料一樣 跟指的會一樣 Delta D 60-20 那你可以去算出它的數字 你就可以知道誰大誰大 不過 只會在這邊教同學的話 有一個小小的技巧 用探斷的 這不要真的去算 你看 這個跟這個比 它一定比較大 這個跟這個比 它一定比較大 所以應該會是在 這兩個其中一個 對不對 這兩個其中一個 那我們可以看 一樣會比較快 對不對 這裡80-20 是60 這裡 60-20 是40 那我就直接 60乘以100 就是6000 40乘以200 就是8000 那我就知道 這一個 它的能量比較大 就可以被勾搭 不用每一個去算 這個我們要求 速度要求精準 好 下面該題呢 它問你誰的體積比較大 這跟溫度沒有太大的關係 M等於DV 對不對 所以材質一樣的情況之下 質量大的體積大 所以你看 A甲跟乙是不是相同都是鐵 材質一樣 誰的質量大 誰的體積就大 丙丁材質一樣 誰的那個質量大 誰的體積就比較大 好同學 記得 理化掌製造 成績一定在